嗨 我是父亲 小当家终于要迎来特级厨师的测验了 嘟嘟问爸爸测验很难吗 集体师傅回答当然难 尤其广州特别难 说着便一起和当年考试的情形 料理的题目是州 那是一个必须表达出青春意义的测验 用青春表达州 爸爸 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也想了好久 结果我就又 突然 有人通知小当家说有一个女人来找他 话题被强行中断 妈的谁想看女人啊 那Makane的题目到底怎么考过的 你倒是讲清楚啊 到了门口 来者原来是Onei讲 他带了很多调味料和特产来给小当家 嘟嘟在搬运的时候抱怨说 讨厌啊这袋子好重哦 里面是放了什么啊石头吗 还真的是 为什么要在行李里面放石头 我怎么过日子不关你的事 然后嘟嘟就把石头扔庭院了 大概是从这开始吧 电电的嘟嘟胸荡无脑的形象 终于到了关键的日子 测验还没开始 小当家就被个大叔抓起来丢到一旁 大叔还充当起解说员 介绍了其他残害者 东江馆的小韩 一个兴趣使然的厨师 魔女之灵 在场唯一的女考生 半年酒家的小丹 据说实力足以媲美极地大厨 看来极地师傅已经沦为伎量单位了 话说这个小丹啊 不就是角质大厨那个曾经只有82盘的杂鱼吗 他竟然跟极地师傅是同水瓶 哦 幸好极地被打残了 不然角质兄弟可能就赢了嘞 大叔又到 听说极地大厨的大弟子也会来 不知道极地师傅的高徒会是什么样的人 会让那个极地大师傅看上眼的人 恐怕是比那个小韩还有大块头的男人吧 这逻辑真的很棒 难怪你后面被淘汰 之后考完出来宣布车衣内容 要做的是面 题目是国事无双 这次合格者直取五名 仙道仙德 中午的时候准备好材料在此地集合 众人一哄而散 留下小当家一个人苦恼 干怎么比除还要考国文的 国事无双是杀小啦 打麻将哦 这时一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出现 开始科普 汉朝当代的宰相萧和 他曾赞扬当时不得知的大将军 韩信为国事无双 也就是说 他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杰出人才 独一无二的杰出人才 小当家向他道谢 但他没回应就转身离开了 一个字 帅 终于到了正式考试 小当家刚进门又看到了那位帅哥 嘟嘟说 原来他也有参加测验啊 废话 不然是刚好路过 小当家身为好奇宝宝 进场后也不好好就位 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 惹火的小韩 一刀锁链飞菜刀把小当家钉到墙上 美男过来劝告 这次测验大家都绷紧了神经 你还是专注在自己的料理上吧 迷茫的时候就想想你料理的原点 说完就潇洒的转身离去 不管美貌或言情都堪称是真女主 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小当家 听到美男的话 小当家终于想通 自己在身为魔法师和要头之前 首先是个妈宝 而他也终于明白 这次考试真正的用意为何 但决定好做什么后 却找不到最重要的材料 那不意外的 就是那颗石头 考生进了考赏后就不能再离开 嘟嘟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快马加鞭的赶紧去拿 在等待的期间 第一位合格者出现了 我完成了 我看看 啥 这头是什么 面勒 放心 只差沉到碗里就完成了 说完他就把面团往上丢 并高高跃起 拿出了双截刀 搭配旋风刀法疯狂削面 这了得的伸手 原地上天的武学 裤子的颜色 再加上那颗标配的光头 你还说你不是天津饭 接着他上锅子不注意 把翘的面扔到锅里 猝不及防的锅子笑潮吹 喷了评审一脸 然后刷刷刷刷的 加面捞到碗里 来吧 这就是我的国式无双面 可恶 这个人为了抢块 竟然交卷后才先答案 面都没做好 就把我们叫过来了 简直岂有此理 我本想这样大声斥责他 但面实在是太香了 啊这个面 味道太浓郁了 真的耶 吃后感觉浑身是劲 那里都忍不住要翘起来了 我是说大拇指 那你这个面 如何说是国式无双呢 我这个汤头浓到不行 面也是经过千锤百炼 就算病烟烟的人吃下了 都会变成国式无双的大豪杰 啊 重病的人能吃这个 但他还是及格了 其实也挺合理的 如果有个肌肉大汉 带着两把菜刀 站在你面前 你也不敢说不得 这时嘟嘟总算回来了 小当家迫不及待的把石头敲碎 扔到水里搅拌 哼哼哼 让你吃到真正的石灰 观众福利 第二位合格的是小丹 他在面的配料上刻上了巴德 这也是国式无双之人应具备的品德 那感觉料是什么也不重要嘛 反正是难刻制的 哎呀不愧是小丹啊 虽然是新手 但是他的实力 甚至可以避免羊群的吉利大厨师啊 没错 诶人家吉利好歹也考上了特级厨师好吗 整天这样黑人家 你们良心都不会痛的吗 但小当家处便不惊 继续揉他的面粉 而且他的面团不加一滴水 被嘟嘟疯狂吐槽 按照本作的惯例 嘟嘟说No的事情通常就代表OK了 揉到一半时 第三名合格者也出现了 魔女芝琳端出了用各种稀奇野味制作的面 然后说 如果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定无法满足于一般的食物 这个极致的野味 才是真正适合国士无双的豪杰的食物不是吗 感觉国士无双在我心中的形象正逐渐歪掉 评审还称赞 芝琳的手法精湛有如魔法 不愧被称为魔女 哎呀麻瓜就麻瓜 在那边假鬼假拐 真正的魔法师都是声藏不露的 只在必要的时候用魔法 而这场试验 其实根本不用魔法 之前我们有提过厨师四大绝技中的三样 本次测验的重点就是最后一样的 画素 不管再好的厨师 也免不了要遭受客人的批评 但如果你可以巧妙引导客人的想法 让他反过来怀起自己的舌头的话 那就能有效防止自己料理受到任何差评了 而本次测验的用意就是为了平静这项技能 与其说料理考试 不如说是辩论大赛 基本上只要味道还绰合 能瞎掰得头头四道 苦难时的眼神又足够坚定的话 那就给过了 因为画素最重要的是要有盲目的自信 要是连自己都睡不不了 要怎么去糊弄别人呢 不然按一般逻辑来讲 这些人的狗屁理由怎么可能过嘛 反观电视剧的评审就显得严谨多了 好 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 我问你 这碗面里 国式无双的精神何在 我这趟用料讲求 吃完之后会充满活力 这面也经过了千锤百炼 吃过了我的面 就会成为国式无双的大豪杰了 我要是你 这碗面里 对国式无双要进行合理的警示 不是让你牵强附会 吃完了面 就变成国式无双了 这是蠢话嘛 不合格 对 不合格 这也算是编剧对原作的一种烈烈吐槽吧 回到动画 美男也开始动手了 他优雅的拉着面条 原地转圈圈 动作犹如身穿彩衣的仙女一般 隐人遐想 普通的面最多拉十次 但他却也轻松拉超过了二十次 旁人也纷纷称赞 真不愧是天才阿飞 虽然不知道拉面干嘛要跳舞 但帅哥做再干的事情都很赏心悦目 你让小孩用这五只来拉面 分分钟就被判出局 评审看到成品后十分震惊 这不就是明朝时期传说的龙须面吗 你个狗必想反清复明事吧 拖出一盏啊 阿飞GG 开玩笑的 进入四次环节 阿飞加入了糖粉将面做成甜品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香味也极为高雅 这到底是 特级厨师主考官的程度 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嘛 小子你说什么 阿飞表示她是把面团包在莲花中 才有这高雅的香味 这种先进入对方再迅速回答问题 让对方感受自卑而无法回嘴的技巧 是话说的高等境界 评审虽然心里想给她过了 但还是要走个流程的嘛 就问说这么女性化的面 怎么称得上国事无双呢 阿飞回说我这道菜代表的是绝代佳人 自古婚礼男性都被称为国事无双 女性则叫绝代佳人 夫妻是一体的 国事无双和绝代佳人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想当年我还是个小学生时 也觉得阿飞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课堂上老师要我们 用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时 我整篇都在写妈妈的事情 老师问我 题目明明是爸爸 你为什么写妈妈啊 我就回答老师 因为爸爸跟妈妈是夫妻 而夫妻是一体的 爸爸妈妈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后来的情形就没啥好讲了 因为装的风景还挺单调的 反正阿飞就过关了啦 不管内容怎样 眼神自信是最重要的 时间匆匆流逝 比赛即将结束 弃拳的人也越来越多 你看 这种人就不适合当厨师 连变都没变就放弃了 各位记住 想成为优秀的厨师 四大绝技缺一不可 这图代表的是 体现厨师价值的 黄金正方形 是厨师可学的的技能中 排名前四的重要技巧 啊? 你问我厨艺排第一重要吗? 诶 大概第87名吧 反正可口可口就是了 回到动画 小当家终于要拉面了 他和嘟嘟一人拿一边 接着边跑边拉 面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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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到有点嚎啸了 然后同时放手 便谈了一下后 安全落板 可能有人想问 在通道上拉的面 是怎么掉砧板上的? 别问 问就是魔法 之后 小当家总算在十线内 将命完成 开心的和嘟嘟抱在一起 双飞 不对 这种事晚上在做 现在你应该举的地方是手 啊 说的也是 哎呦喂 但是被抢答了 解说员大叔的面 加了东坡肉和其他奢华的材料 那东坡肉是谁发明的呢? 著名诗人苏东坡嘛 很符合题目吧 于是评审们开始讨论 我觉得可以过 可是剩一个名额了耶 那主角怎么办 不合格 哪泥 为什么 你们是瞎了吗? 你还敢问我为什么? 你这面上放的明明就是猪血 谎暴食材 欺骗评审 最大恶极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等等 那真的是东坡肉 只是画室偷懒才变成那样 别啊 求你再给画室一次机会 好 再来吃这位小男孩的面 这杀小 没料也没汤 算了 先吸为敬 哇 这个面竟然在我嘴里活蹦乱跳 啊? 我们也吸一口 哇 真的耶 一咬下去 面就像一条发情的野狗似的 在我嘴里疯狂啪啪啪 孩子 你的面为什么可以这么Q 嘿嘿 那是因为我在面团里面 加了几滴这种水 诶 这个液体是什么? 是魔法的水吗? 对 就是魔法 好了解释完了 收工 大家别忘了水有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见了 好啦 其实这水产至甘肃省一个叫兰州的地方 加入生命团中可以让面变成十分的Q 哦 原来是兰州拉面 兰州只有牛肉面没有拉面 你个傻子 是 那味道是过关了 但你这面和国士无双又有啥关系 你知道嘛 那个韩信齁 他之所以强是因为本身就强 不是因为武器 所以没有配到的面才符合他的形象 吧 原来日本人眼中的韩信是个刀疤猛男吗 确定没跟项羽搞混 但是看小当家的眼神是如此的清澈且饱含意志力 评审还是给过了 那过初次后 就是正式测验啦 喜欢这期节目的希望能帮我点赞分享 如果想听我具于唬烂 不妨点个订阅或关注 那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罗哦